凶贤随身带双刀狠杀紧 妻跪地放声哭对不起 台铁杀紧案54岁振兴凶贤 妻子跪地眼面痛哭几乎崩溃 因为没想到老公进城了杀人犯 口口声声对不起 但一条宝贵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凶贤妻子表示 他们夫妻和两名女儿长期在台南租屋 凶贤担任水电包商抚养一家大小 但长期收不到工程款 导致生活困顿被列为重低收入户 夫妻俩也因此罹患精神疾病 凶贤妻子表示 当天上午找不到老公后 到派出所报案协询 但没想到正姓凶贤已经带着双刀 从台南打火车打算北上总统府成行 在新营站被列车长发现 他没有买票 双方起争执 最后在嘉义站犯下杀紧大错 邻居透露凶贤妻子多年前曾亲生获救 凶贤2017年2月前 长期在医院就诊 但之后就没有回诊记录 这回因为被抓到逃票 愤怒杀紧 就怕家属承受不住 社工已经介入辅导关怀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